哈喽双子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是Jen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双子座的朋友们 从8月1号到8月5号2021年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状况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能量呢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呢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临或者是未来你可能会遇见的一些状况好吗 那我会建议你除了回顾前几周的影片之外呢 在我的频道你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跟日期 也可以针对呢你特别有感觉得这个标题 点进去做一个综合讯息的参考也可以 当然如果你想要参考太阳月亮上升金星 也是非常推荐的好吗 那如果是新来的新加入的朋友们 欢迎你的加入之外呢 请记得在右下角的这个提醒呢 请记得要点选或改成全部通知 那这个平台呢有最新的消息 或最新的影片的时候 就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你好吗 那今天呢我特别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收音方式 然后如果大家可以帮我听看看 看是以前的方式比较好 还是这一次的方式比较清晰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吗 那如果你觉得说 就是我讲话的速度语速可能太快或太慢的话 请你也到右下角可以进行一个设定 OK 所有呢详细的资讯在影片下方资讯栏 我其实都有详细说明 如果你还是找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请上网搜寻一个关键字 也就是珍爱自己 Jen Love Myself J-H-E-N-L-O-V-E-M-Y-S-E-L-F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相关于我的资讯 那找不到答案就到IG来私信我吧 我会亲自回答你的问题 尽快在我有空的时候 就会马上回复你好吗 那呢这一次呢平台的更新消息呢 也就是要告诉大家 在上一集 也就是7月15到7月31的12星座的影片 我都有公开告诉大家 我即将举办一个全球的生日派对 所以你还不知道详细的参加办法 如何获得我的精美奖项的话呢 那呢请记得回去看上一集好不好 OK 那呢这一次呢准备要给大家的这个生日礼物的奖项呢 也就是呢 有包含就是我亲自帮你挑选的这个水晶能量石 那当然呢也会有就是像我这个 自己做的这个很可爱的大天使能量蜡烛呢 也会呢在这个这一次的生日派对成为 这个奖项之一 参讲选项之一 奖项之一啊 好吧OK 那当然呢 由我个人提供的这个大天使心灵传讯咨询呢 这个呢也是奖项之一之外呢 我现在还有在筹划一个秘密的神秘礼物 所以陈氏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好吗 那呢参加办法我刚有讲了 就在上一集的影片当中 请你们呢可能回去点选一下 看一下OK 好那今天呢在十二星座的双周能量排卡解读之前呢 一样都有各个星座的这个开场讯息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到双子座的这一次的开场讯息 好吧 OK 双子座的朋友们我感觉这两周呢 你很需要 就是我感觉这个能量很像是 好像没什么大事 但我感觉你好像要特别保持一个在情绪稳定的状态 就是比如说假设好了 我举个例子就是工作可能上面有一些比较烦心的事情啊 但也不是什么难倒你的事情 可是呢你就是还是得保持理性平静 跟你一些可能有点白目的同事沟通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OK 或者是这一个同事可能并不是很机灵 或者是并不是很聪明 你要有耐心好不好 类似像这样的举例跟感觉 还有状况可能会发生OK 好 第二个呢 开场讯息要给双子座的朋友们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呢 你们呢不要特别去看别人不好的地方 去看一下别人的优点 好吧 我觉得呢这可能是这两周呢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有可能是 比如说你跟你的亲朋好友 或哪一些人呢 你一直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一直看到他的缺点 然后呢忽略他优点 或忽略他曾经对你的好 或哪个部分 所以呢造成是 你个人在做某件事情的判断上面 或者是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上面 可能会有点偏差哦 这个部分 要特别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 好第三个呢 我觉得这阵子双子座的朋友们 非常适合水蓝色 所以水蓝色的配件服饰 或者是水晶饰品 通通都可以 都非常适合你这几周的能量 好吧 好 他们说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一次的 双子座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OK 好的 那如果你是新来到我频道的朋友们呢 请记得哦 本频道是非常倡导 使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还有爸爸生给我们的食指 好不好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在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请你自行的呢 能够灵活运用 去套用相关的状况 原事物 那还有包含我做的这些 解读的形容词 因为我没有办法 具细迷移的描绘到 每个人内在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去描述 这个能量场给我的感觉 所以你可能要自行 稍微去套用一下 那你不知道怎么样 使用这个排卡解读 或者是你有任何疑问 在提问之前 我会建议你呢 按一下你的实质 或滑一下你的手机 到影片下方资讯栏 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 你都可以找到 详细的说明好吗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 我们今天的排卡解读 这两周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 你的挑战 也就是这个宝剑三 OK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排卡 那在我的底牌呢 也就是我的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这两周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或者是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也就是这个 前壁五 OK 好 我们来看看天使跟宇宙 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告诉 双子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OK 稍微等我一下 好 没有错 好 你看哦 刚刚我在开场的时候 我就是有读到一股就是 你对某些状况关系 人事物 你就是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冲突 然后也对 可能这件事情的结果 或过程当中 你可能有点失望 可能有点失落 可是 你原本可能是一个 非常乐观开朗的人 或者是你原本 对这件事情是抱有非常高的期待 或者是好的盼望 类似像这样 这是在过去的能量场 那为什么呢 这两周呢 我会说 你的挑战呢 是这个宝剑三 OK 请你注意看哦 这样子我解释给你听 在过去的能量场 是一个太阳牌卡 全战五 还有这个呢 宝剑九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呢 是你心目中 期望中 或想象中 或你认为的 这件事情应该要像 太阳牌卡一样啊 应该要非常有一个 光明的未来或什么 可是呢 最后呢 我稍微调整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稍微等我一下 我调整一下 OK 没关系 看不到我都会做 详细的说明 可是呢 在过程当中呢 这个呢 全战五 然后还有这个呢 保健九 让我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你觉得奇怪 怎么反而会有 多了很多冲突 或者是让你有很 觉得说 很失望 你就觉得说 事情怎么好像 不如预期 或状况怎么 好像不如这个时间 我想要推进的方式 向前走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可是原本 你对于这件事情 或相关的状况 人数是带有 这样子的期望的 OK 所以呢 导致于过去呢 可能或许在这一两周 或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就会对于 这一件事情 或你现在在思考的 这件事情 好像有这个保健三 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OK 但是在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 出来的这张牌卡 又是这个圣杯一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这两个分分都是爱心 对不对 但是这一个呢 好像是 很伤心啊 很失望啊 或者是觉得 很心痛的一个感受 但是这个人却是 抱着满满的爱出来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才会讲说 为什么开场续型 会告诉你 如果你遇到 就是不是很灵活的同事 或者是哪个人惹毛你 你呢 不能一直看到 他不好的地方 因为这个保健三 让你觉得这样子 很伤心难过 这个状况 跟这个圣杯一的感觉 差很多 对对 你可以看得到吧 对对 这个呢 就是有点像是说 你一直在看 他怎么那么笨 他怎么都不理解我 他怎么都 不了解我的苦心 他怎么跟我认识 这么久 还不知道我的习惯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呢 为什么我会说 现阶段呢 这一阵子你要拿出 不同的思考模式 或者是看法 去看待这件事情 原因是 你知道吗 你原本是 沉浸在这种状况当中 这就是你这两座挑战 可是这个时候 却偏偏你的挑战 要要求你 拿出你这个心中的爱 出来看待这件事情 用这个真正的爱 去抚平这一个 我觉得有点像是 我觉得这不是 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个我想一下 要怎么跟你形容 这个就是 有点像是说 OK 好 我就去延续 我刚刚开场使用的例子 比如说 假设你有一个同事 好了 他真的很笨拙 他呢 学了很久 然后事情都学不好 然后你从刚开始 很有耐心叫他 叫这叫之后 你就觉得 哇天哪 他真的很笨 到底是会不会啊 你都会是吗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哇天哪 他不仅学不会 又扯你后腿 然后结果 他做不好 长官可能又要骂你 上司又要怪罪于你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说 哇 这个人当你的那个 租队友实在是 也太麻烦吧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那你可以去套用 相关状况的人事 做一个替换OK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偏偏在这两种 你的挑战就是 这个保健三 然后呢 你现阶段能量 又是要拿出这个心 拿出这个爱 你的往事 就等于是说 比如说你要拿出 同理心 比如说你要拿出 同事爱 比如说你要拿出 对他的包容 比如说你要拿出 对他的体量 或者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说 哇他可能对这件事情 就没有天分 可是他在哪个部分呢 他是可以很有效率 进行的很好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要转换一个角度 或拿出你的爱 或拿出你不同的看法 去看待这个 相关的状况人事 OK 所以呢 变成是说 在这两周呢 你除了挑战是 这个保健三之外呢 你也可以看到 在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 你是希望有一个人 可以像这个前币三 然后呢 还有这个权杖七 你懂我的意思吗 即使呢 我们呢 可能外在状况 并不是很乐观 但是呢 你希望这个牵涉在其中的 这些状况条件或因素呢 他是可以能够 怎么讲 比如说你跟这个同事 在进行一个状态 你希望 即使他的状况是这样子 但是你愿意拿出 另外一个角度 或拿出你的爱 或拿出你的包容 去协助 这件事能够一个 完整的一个结果好了 或者能够顺利的推动好了 或者是能够朝向 你想要的期待好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即使外在有很多 不确定因素 但是你都不想要受 这个干扰跟影响 原因是为什么 原因是你拿出了这个爱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地方 都是在发光的 对不对 代表说 你拿出了你的力量 也拿出了你的爱 去对抗这些 可能比如说 这个同事 所引发的这些什么东西 或事件 或状况 或结果 然后呢 你们两个 会共同努力 在这件上面呢 共同努力 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继续去做一个推动 或者是你能够 站在不同的角度 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 OK 这就是现阶段 狗的能量 那在未来的部分呢 我觉得呢 当然你也就会去思考 我是有时候 叫你冷静一点点嘛 你看你自己这边 就有一个影视牌卡 对不对 你就坐在这边想 你就坐在这边想 你在想哦 你看你坐在这里 OK 你在思考 这样看得到吗 OK 你在这边思考 你在想 OK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如果同事还是这么笨 怎么办呢 如果我的另外一半 还是不懂的变通 还是不懂的体量 还是像一个老木头一样 怎么办呢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时候呢 你会做一个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现实考量上面的一个选择 你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是因为 你这边呢 是一个钱币石 你在这边思考 我到底该怎么做 因为你真正想要的是这样 如果呢 牵涉在这其中的相关状况人数 它永远就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 某一个层级 它没有办法进化 它没有办法优化 它没有办法跟你共同推进 就像你想要的这个 钱币山 OK 还有你即使很努力了 你在对抗外界的这些什么因素 或者是什么干扰 但是你都很想要拿出你的爱跟包容 或者是拿出你的力量 去推动这件事情 但是在未来的状况 我个人觉得你会进入一个选择 选择就是比如说 我要不要继续跟这个同事 待在同一个团队里面好了 或者是我是不是要跟这个同事讲说 他真的可能不适合这个部门 或者是你会跟 牵涉在这其中的相关状况人数 可能我个人觉得 你会做出一个实质上面的选择 或沟通 或者是改变 因为你已经觉得说 这个状况 他没有办法引导你到这个钱币时 所以你正在思考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为什么开场这个讯息呢 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要冷静的去思考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 你要能够沉住气 先稳下来 但是不要仓促做决定 OK 因为这个钱币二呢 是代表你还在做一个选择 你还在做一个筛选 但是它还没有一个结果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 在未来的能量场当中呢 你可能或许会遇到一个 对你来讲吧 我觉得或许多多少少 在生活当中会有影响的人事物也好 然后你可能会重新去审视 或思考这件事情 对你的重要性 或这件事情的什么东西 或这件事情 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你可能会做一个思考 请你们灵活的去套用 你们生活的 遇到的所遇到的状况 好吧 那这两周呢 你目前看不到 有可能预见的 就是这个钱币五嘛 那这个钱币五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女生坐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其实是有一把钥匙的 他打开这个门 其实他这个门就会推开了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注意看喔 你在过去的能量 还有这两周的挑战 这个能量场都是呈现这样子 OK 都是呈现很伤心 很失望 很失落 没动我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 请你注意 他就不是一个下 决定的好的时间点 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双子座的朋友们 如果这两周 你有非常重要的决定 我会建议你暂时 先不要下这个决定 OK 如果可以的话 OK 如果可以的话 那如果你真的必须要下一个决定 我个人觉得你要冷静下来 不要被你的情绪所牵动 或者是用你单方面的看法 去看待这件事情 而导致你做出了一个 可能或许 我觉得在情绪的引导之下 或者是在单方面的 就是观点之下 可能或许 你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所以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有必要 或有需要的话 可能可以听看看旁人的意见 因为毕竟旁观者轻嘛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在看待这件事情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多一个人协助你 会对你是有帮助的 好吗 好来 那通常呢 这个时候 我们是会抽一张这个 宇宙的验证牌卡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呢 很特别的是 宇宙跟我讲说 我们要来看看 大家的阴暗面 好吧 这幅牌卡是专门 抽大家的阴暗面 所以我们来看看 抽一张牌卡 让宇宙来告诉你 为什么这件事情的发生 究竟隐藏了什么阴暗面 是你不想看到 不想提到 不想去面对的 导致于呢 或许 你只能单方面 去看到这件事情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很客观的看到 这些相关状况的人数 所牵涉的一些因素 在里面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阴暗面 好吧 但是大家不用太紧张 阴暗面不是说 你这个人怎么样 好吧 阴暗面就是 我们人总是会有一些 我们不想去看见的事情 OK 那我觉得 趁机拿出来 做一个提醒 或者是我们去 做一个讨论的话 其实对你 反而是会有帮助的 好吧 来 我们来看 这张牌卡办公团 我就很想消 好来 OK 这张牌卡 我是有跟你讲 我告诉你 你要原谅 你这个很笨的同事 我一开始就有讲了 你要原谅他们 或者是能够体谅他们 或者是用一种 比较宽容的心 去包容他们 你看哦 你注意看 下面这张牌卡 写得很好笑 他就写说 这是我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哦 这个时候呢 你知道这两张牌卡 为什么会这样讲 这个呢 叫做 我要怎么跟你形容 这个能量场的感觉 让我想一下 这个感觉有点像是 你看哦 这个女生 她长得很漂亮 对不对 可是她拿一把剑 你懂我意思吗 她把这把剑 插在这个地板上 然后呢 她说这是我吗 你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 当你呢 在这两周 如果被这个 牵涉的这些 相关状况人事物 比如说引发了你的情绪 引发了你 对于这件事情的不满 然后你可能有了反应 你可能会有了批判 你可能会有了 什么什么的行为 好吧 请你自行套用 你的形容词 你这个时候会突然 哇 我的天啊 这是我吗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不是一个 很开朗活泼的人吗 我怎么会现在突然 就是蹦触一去骂 我这个同志真的很笨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呢 但是呢 这边这张牌卡 又给我一个感觉 你看这张牌卡很有趣 他们叫我近看这张牌卡 这张牌卡呢 在它的背后 你注意看哦 这两个人 它的背后 好像都是火在烧 你有没有发现 很像是火在烧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呢 你会觉得说 你已经在你的内心里面 有熊熊大火 正在燃烧了 然后你这个同事呢 还在那边 好像看起来 很像傻乎 就是说 发生什么事情 你懂我意思吗 他好像没有注意到 外面的火在烧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后来呢 我感觉这边 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 就是你自己会问你自己说 难不成这把火 是我自己放来烧的吗 你懂我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呢 你这个同事呢 可能 或者是这个 相关状况人数 他并不自知 他并不自知 他造成你这样子的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可能或许 从来没有人 跟他讨论说 他的这个习惯 他的这个毛病 他的这个做法 跟这个行为 会影响到 其他的人 或其他的事 或延迟这些事情的推展 OK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 他好像站在这边 就有点纳粮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后来呢 你在这边 好像就有点问说 难不成是我吗 你懂我意思吗 事情会这样 难不成是我吗 当然是你啊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你这个火 怎么可能会是我放的呢 你怎么不去想看看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有点像是这样子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呢 我个人觉得 这个阴暗面 为什么会说是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我个人觉得 某部分双子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觉得 你在这边不太敢去 我不会说 你在指责这个人 但我个人觉得说 你没有办法 明白的去跟这个人 就是 比如说好了 这个人真的 做出了一些什么事情 你会很委婉 你懂我意思吗 某部分的双子座的朋友 会很委婉 说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 进度上面要赶一下下 不然我们可能 没办法如期交差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呢 你这个同事呢 还更好笑的 我说啊 真的吗 我一直觉得 我有在这个进度当中 保持这个速度 然后完成什么什么 哦好好好 那我明天 就来加班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后天就要交了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OK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说 你有些双子座的朋友 我个人觉得 可能或许 你没办法直接跟他表达 但是我觉得 也有可能 某些状况 这边有一个特别的信息 是你这个状况 有点难以启齿的 跟他表达 比如说这个人 可能是你的上司 可能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的什么 但你知道他做的决定 可能或许并不明智 或者是你觉得说 他做的这件事情 可能对大局来讲 或未来的状况 并没有帮助 可是所以 所以你有点难以启齿 我感觉 这边还有另外一股能量 是这样 好吗 然后 所以变成是说 你也是其中牵涉的一个人 所以变成是 你就会觉得说 难不成是我能下这个决定吗 当然你要下这个决定吗 当然是你老板下最终的决定吗 难不成是 我就可以一个人去做好这件事吗 类似像这样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 在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个人觉得 某部分的双子座朋友们 你也不要因此掉入到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好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某部分的阴暗面 也就是说 你不要因为掉到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之后 然后就怪罪给别人 可是你又会觉得说 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我怎么会去怪罪别人 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他做不好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有点像是矛盾 你想要去指证这个人 可是你又觉得说 我又没有办法 他可能是我的上司 或者是说 这个人他真的没有这个 优点 或者长处好了 但是你又觉得说 我也不想把事情说破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觉得 某部分双子座朋友们 在这边的阴暗面是 我觉得你可能或许要练习一个方式 或者是去学习一个方式 能够让自己诚实的去表达 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或者是态度 但是是在一个 可以点醒对方 但又 好难哦 点醒对方 但是又能够让对方 在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可能会有点 小小的练习 好吧 那最后呢 这边他们说 额外再补充一个讯息是 这个黑暗面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 你也要原谅你自己说 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OK 对于某部分呢 比较直长直的双子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觉得 你可能就要原谅你自己 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I'm so sorry 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我这个人就是觉得你很笨 我就直接想跟你讲 可不可以麻烦你转到别组去 不要来当我们这一组的进度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我觉得啦 这边呢 最终有一个能量 就是可能害怕伤害到别人 OK 因为呢 你们是非常伶牙历齿的一群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阴暗面有点像是说 你觉得 你常常就是 也不能讲粗言不逊 就是直长子 讲话很快 经常伤害到别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你就会变成是 我很容易讲话伤害到别人 那我不如不说好了 或者是我就说得很委婉 然后对事情又没有帮助 或者是我直接说 又伤害到别人的心 所以你在这一块东西 我觉得可能就要去做一个修正 这也可以成为你的阴暗面之一 好不好 OK 好来 那我们看完这个 非常逗趣的阴暗面 我觉得这张牌卡 有很深沉的力量 就是 啊 难不成是我吗 你为什么不自己回家想看看 你知道吗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 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 奇怪了 千错万错 好像就是我的错 是我吗 你怎么不去想看看你自己 我觉得这张牌卡 给我一种 怨念非常的深 你知道吗 好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完这个阴暗面之后呢 我们来一个光明面 好不好 好来 我们凑一张这个独角兽的牌卡 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讯息 可以协助你 比较快速通关 这个状况 好不好 好 OK 来吧 好的 来吧 这张牌卡呢 叫做 好奇心 那这个好奇心 给我一个感觉是 他们要我跟你讲的是说呢 你看哦 这边还直接就讲 Star Project 然后呢 是有关于某件事 你非常有兴趣的 OK 好 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说 我个人觉得呢 这件事情有点像是说 你看哦 这是一个独角兽 可是呢 它却低下头来 让这个猫咪呢 去闻看看 去碰看看 它的这一只独角兽 对不对 所以是说 它这只猫咪呢 在跟这个独角兽讲说 诶 奇怪了 诶 我都看其他的马呢 它的头上没有这个角 那你这个角是什么东西 这样 所以呢 这个独角兽就把头低下来 然后让这个猫呢 去闻闻看 因为你知道猫是很有好奇心的一种动物嘛 对不对 OK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 这边有一个很强烈的讯息是 他们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 请你们能够用另外一种角度 或方式去思考 就是你这两周 非常重要的这个开场讯息 跟一些提醒 就是 你要不要想看看 这个状况关系 人数物呢 你要不要 很有创意的 或者是 能够好奇的去了解 诶 为什么这个童子 就是这么笨啊 为什么 你要不要试着去协助他 你要不要试着去看待他 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然后呢 拿出了你这一份 对他的包容 或者是同情心也好 或者是同事爱也好 去协助他 去帮助他 诶 请问一下 你到底是哪里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一直老是跟不上进度 或者是你去问你另外一半 诶 你为什么老是都不跟我好好沟通 每次我跟你沟通 你都要这么生气 你用一种好奇心的方式 去了解 这件事情的最深处的 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影响你们的关系 影响你们的状况 影响你们的进度 或者是目标 或者是未来 一直没有办法 朝向同一个方向前进 或者是有点delay OK 他们说呢 诶 对讲说要我跟你讲就是 你要能够有这个好奇心 好奇心呢 能够协助你去做一个深入的探索 对不对 因为你想要知道这件事情嘛 当你去深入的探索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你不仅可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 你还可以协助这一个人 或者这个状况 或者这个事件 能够找到他根本的解决办法 这就是如何能够协助你 在这两周很快速的通过 这一次的状况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这两周都双子座 你的事情 说实在就像我刚刚一开始 我感觉到这个讯息 它其实不是什么大事 OK 好像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你就得沉得住气 你要能够很理智的 然后去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去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不要因此太冲动 去做出一个选择 或决定 或就此去判定这个人 OK 我觉得这样子会很可惜的原因是 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个 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事情的全貌之外 还有可能或许 你就会失去或扼杀了这一个人 或这个状况 或这个关系 它可能有其他的发展性 OK 这个是最后宇宙希望 我能够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 好吗 好来 以上呢 这些呢 就是要给双子座的这两周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在影片的最后 如果这些故事 有符合你的状况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好吗 那也再一次 诚挚的邀请你们 来参加我这个 全球的生日派对 如果你想要获得 我准备的这些 精美的奖项的话 欢迎你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